字幕作曲 李宗盛 接下來畫這一個洞 這一個洞很簡單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寫直徑24 H7不用管它 這個是加工才要理它的 H24然後貫穿 它是在中心點 然後這一個中心點 我看一下 它的中心點離底下這裡是25 有看到嗎這裡寫25 所以現在選這一個面做草圖 那不曉得為什麼它現在都會給我一個很奇怪的 都給我一個很奇怪的位置喔 然後這個中心點距這裡是25 這邊距離它的距離是25 它是直徑24 直徑24 距離25 Close 接下來挖 挖貫穿 這個洞把它挖穿喔 你看嘛這裡到挖穿嘛 好挖完之後 有沒有看到這裡寫C1 就是說倒斜角是1 因為這些都做過了 我們就一次把它做完了 這裡倒一個斜角 好是1 沒問題 OK 這樣這個洞挖好了 做好一個步驟 你就給它儲一下 下一個是底下這一個凹進去的形狀 那這個形狀怎麼做呢 你看一下喔 這邊有沒有寫厚度是5 這邊沒有寫 所以跟它一樣 前面這裡這裡有寫厚度是5 也是說底下凹進去的形狀厚度都是5 然後要凹進去一個深度是8 那怎麼做呢 你把它翻過來 找這一個做草圖 然後拉一個框框 先拉一個框框 把參考線叫出來 參考線在這裡 那這邊不用 這一個點跟這一個點的垂直 我點選到線去了 這個點跟這個點的垂直距離是5 做下一個 這邊參考線我沒有拉出來 點它再點下面這裡這個參考線喔 這個點到這個點的垂直距離是5 那它的水平距離也是5 現在都用快捷鍵在做囉 這一個點跟這一個點的水平距離也是5 這樣就完全拘束了 那它完全拘束之後 它這邊有畫一個深度是挖8 所以close 挖洞深度是8 深度是8之後做完長這樣子 倒R3的圓角 R3的圓角 但是這裡是R5的圓角 有沒有看到 所以要分兩次倒 我們把它再變成是線框模式 這之前都有教過了 這邊Ctrl 選起來 Ctrl 選起來 Ctrl 選起來 這四個邊先倒R5的圓角 所以這四個邊倒一個角 5 倒R5的圓角 然後接下來這一個面 因為接下來可以用這一個面去做都倒R3喔 把它弄成是如同 直接選這一個面就可以了 選這一個面 倒R3 倒一個R3的圓角 這樣這個就倒好了 我之前在教各位倒圓角是不是有 教你怎麼倒比較好看的技巧 好那做完之後一樣存起來 這一個凹洞 這一個凹洞就做好了 接下來挖這一個洞 這一個洞的 我們看一下 直徑是12 挖到這邊來 現在翻過來 選這一個面 做草圖 先點參考線把圓心叫出來 圓心在這邊 畫一個圓 直徑是12 好 12除以2 好 不要挖貫穿啊 挖得太高興挖一挖又變貫穿 又就不得了了 從這邊到這邊的距離 我們給它設定是 我看一下 60-25好了 這樣就不會貫穿了 選這一個挖洞 60-25 看一下 是不是這裡有挖穿 但是沒有挖到下面嘛 對不對 那做完之後這裡又有一個C1 C1是倒1的斜角 選這一個邊 倒C1 好 這樣子倒完了 OK 差不多快做完了啦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M8的孔 M8的孔距離這裡是50 有看到嗎 那這怎麼做呢 它是有穿過來的喔 有沒有看到 它這裡有穿過來喔 所以現在選這邊喔 選這邊 這一個面做草圖 做草圖之後畫一個圓 隨便畫啦 這給個1就可以了 不用太大 然後 它距離這裡是50 是不是它距離這裡也是50 這個點 距離這一個點 的水平距離是50 50 50嘛 Close 現在這裡有一個洞 用這一個孔的功能做 ISO公字常規 做M8 然後現在問題來了 你要挖多深 這邊到這邊的距離 你看喔 這裡到這裡的距離是不是25 25-8 不要挖太上面 免得挖到上面喔 免得把這裡也挖到一個洞 所以你這裡挖的洞的深度可以25-8 它這邊用25 我們選25-8 然後再少一點 這樣M8 螺紋 建模螺紋 更新試圖 有看到嗎 看一下上面這個螺紋有沒有被 有沒有刮到上面喔 沒有 這樣是不是鑽進來剛剛好 OK 這樣M8的螺紋就刻好了 接下來是這一個地方 這裡有寫4乘以M4乘以10 這什麼意思呢 有4個M4的螺絲孔 鑽的深度是10 那這個是一半嘛 兩顆 另外一半也兩顆 像這種題目怎麼做 我告訴你喔 你現在選這一個面 這個面選起來做草圖 它又長得很奇怪了 我這實在是搞不清楚 為什麼它一定要弄成是這樣子的 算了 高興就好了 先拉一個框框 我們現在拉一個框框 你看一下這裡是不是20 這裡是不是52 有看到嗎 20-52嘛 好 所以這邊的距離是20 這邊的距離是52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距離這個底這裡是不是15 所以它這個點距離這裡的 這個點的距離是15 拉開一點 那接下來就是起始點 結束點 對稱線 做線的對稱 好 第八個螺魚 把它刪掉 這樣是不是完全拘束了 完全拘束之後 這一條線 把它選起來 做成是點這個變成參考線 然後我們畫四個圓 一個圓 兩個圓 三個圓 四個圓 這四個圓設同等拘束 設同等拘束喔 按E 然後這個跟這個接在一起 C 這個跟這個接在一起 C 我現在都用快捷鍵啦 這個跟這個點接在一起也是C 這個跟這個快捷鍵接在一起也是C 接下來給其中一個圓半徑 R1就好了 隨便啦 有看到嗎 這裡是不是有四個洞 點這個東西 做挖孔的操作 然後選 ISO M4 重點來了 深度不是25 是10 然後刻羅文 建模羅文 更新試圖 這樣一次四個洞就挖好了 有看到嗎 四個洞就挖好了 OK 好 這個題目做好了 第六個零件做好了 現在 這裡按右鍵 給個隨機顏色吧 這個隨機顏色 我看起來 這個還好 那這一個題目之後 要做主力的流程 是不是 要看到裡面嘛 所以我們這個題目 給它用程式透明色 再選這裡按右鍵 有一個 外觀 這邊給個80% 把它設成是透明的 我們之後 裡面做組裝的時候 把其他的零件 把其他的零件放進來 是不是都可以看得到 按照吧 好 那就選Close 縮放 存檔 15是6 H15之6 做完了